反光齁,很好處理,反光折腦先比他要稍微插一下就好了 反光其實是最好,不是反光,是那光折 第一個,頭髮記得齁,你要先分塊面畫 像剛才我們Model這樣這邊,你就要分這一塊一塊一塊 它才會這樣,把面皮跑出來,那跑完之後你再把它修平就好了 這樣會比較快,你如果從頭到尾,你就這樣一絲一絲畫的話,它就會平面掉 因為你一絲一絲畫的話,你還要再去 從這邊到這邊的眉絲,其實的光澤其實不要 你用快面畫,為什麼說快面畫會比較快 因為第一個階段,你先把整個立體感做出來之後,接下來你就會簡單多了 接下來你再去畫線條,你再剩下的20分鐘,你就可以去琢磨它每一個五塊的線條 那剛開始的話,一定要去把它整個立體感線作動出來 那像這個,旁邊這個線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眉骨呢,我們側面來講的話 頭這邊圓的,平的 然後經過眉骨這邊,突起來 然後那個眼窩凹進去,出來,再凸起來 顴骨的部分凸起來,凹進來 再經過這邊平下來,下巴這邊又凸起來 但是每一個人會不太一樣,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 那只是說,第一個你的鼻子高低 有的人的鼻子,這邊呈現的是等要三角形,有的是正三角形 正在看,正在看的狀況之下是這樣 是這樣的狀況 那有些人的嘴巴是翹起來,有些是這樣 上的唇比較厚,下的唇比較粗 像這種就是等於細節上的觀察 那就是每一個人不一樣,那你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線弄完之後,接下來就是他的細節上的 去抓他的味道,要把他抓出來 好啦,那我們在畫模特兒的時候,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先觀察他的這個人 接下來就是說,我們那個什麼 什麼時候要晃? 陳摩掌的時候我們會晃 我要記得來喔,難得的機會 對,那個到時候會有人會 可以賺很多錢囉 沒有啊 沒有啦,要倒貼 倒貼 現在不能收費了啦 我跟你講到時候 到時候會有人,只都會給你們練習 有畫過都知道啊 老師我去拉課 好,你去拉課 你小費嗎? 你小費嗎? 有,我給你 你那真話我給你 然後配詞畫過啊,對不對 欸,你三次 對啊 就是 就是說 當那個 像當model 坐下來之後 千萬記得不要急著畫 因為你一急著畫 你畫到最後你會抓不到他的味道 你就寧願先花一段時間 稍微看一下 你就稍微觀察 就走一圈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model 這個人 然後他的特徵在哪邊 或許他的眼睛很漂亮 你只要把眼睛畫漂亮就好了 就類似像這樣子 你要觀察他的特徵在哪邊 他的優點在哪邊 然後他是屬於臉性比較 胖的、瘦的還是怎麼樣 男生或是女生 像男生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眉骨就會比較不粗 他又比較賤 他女生就會比較圓潤一點點 那像這樣的特色 其實你就要去注意 其實女生會比較不好畫 老實講 因為其實女孩子的面比較難分 他的塊面其實是比較難分的 像這條線 像我剛才拉這條線 你把它畫出來一點 他的臉就會變比較快 你把它畫進去一點 他就變瘦 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像這幾個地方 像這幾個塊面 你去 像我們這幾個塊面 你只要往裡面拉 這個人就會變瘦長 你把它放 放 往旁邊一點點畫比較扁 這個人就變得比較方 像這種塊面 你就要去注意他 那原則在哪邊 以他整個人的臉的比例來畫 就是對 就是看這個比例跟這個比例對不對 這個比例跟這個比例 和這邊的比例對不對 都是去抓比例 不要去量 因為量量不準 我們講就是 弄感覺就對了 你就憑感覺 給你的直覺 視覺印象去做 對這個Model的影響 因為 剛才講的 剛開始的觀察 觀察完之後 再去做 你這樣畫起來的話 會比較有味道 因為 如果 如果當然 再這樣讓你畫兩個小時的話 你可以畫到很齊 很很 很真很遲 但是如果說 只有四十分鐘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做 因為到時候 要畫細緻 你們回家可以慢慢畫 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 會長的時間 那個Model 可能沒辦法做到一個小時 你可能這樣要做 尤其我是怕 有小孩子想要畫的話 就會比較 有經歷過的人都知道 但是小孩子做下去 可能十分鐘就 都趕不下來 他自己會上來坐著 對啊 問題是他就一直動 這麼熱烈 這樣應該很敢動 不是他會一直動你 沒辦法畫 他就會這樣一直動 一直動 一直動 然後 然後你交不動也不行 交不動他又他也是 平平動 好 好 對對對 你要你要去摸 對 你必須要抓 這個的時候 你就必須抓到他一個定點 你能超級 他一定會再回到那個位置 對啊 他這邊看他 然後這樣 那你叫他再回來 你就記得他剛才那個樣子 就剛開始要坐下來那個樣子 因為他剛才坐下來那個樣子 會維持個五分鐘 那那個觀察的時候 你就必須 我跟你講很快 頭 眼睛這條線抓一抓 那個位置就出來了 那竟然就是 就算他隨便怎麼動 你只要抓到他的形狀就OK 這是對小孩子的畫法 對 但是大一點的人是不會這樣 就會彈彈彈彈 好那試試看 那我繼續 把這張畫完 那剩下的時間就給你們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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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的部分注意喔 我們人的眼珠 應該是說 大 只有三分之一是露在外面看得到 其實大部分都在裡面 那你們在畫那個黑眼球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黑眼球不是這樣 注意看,人的黑眼球不會是這樣 你去看每一個同學 他的黑眼球一定是有一半在上面 幾乎有三半之一是在上面 是這個樣子 你去看每一個人 你不要去看每一個人 對,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 不是貓眼 貓眼 老師沒講,你才不會這樣發覺 這樣就畫 所以你千萬不要畫這樣 這樣就怪了 這樣就怪了 你去注意 去觀察 因為上眼前 比較 好 好像 喔 老師你今天說從頭到尾都是巴尼的 對啊,因為巴尼比較不好 就是 就是要畫 就是要畫 你如果不習慣你可以用2比1的話就好 只是說2比1會畫很久 只是說2比1會畫很久 這兩 像這種 你會慢慢的去增加 眉毛的部分 喔 還有接著就是說 那個 黑 黑色的部分 喔 不要留白 因為基本上不會到那麼白 所以你要稍微畫深一點點 喔 黑色 那個 我們眼白的部分其實不會那麼的白 喔 今天我們有媽導演就可以好好欣賞 喔 他眼睛蠻漂亮的喔 所以說 你們在畫的過程當中可以去稍微強調 可以 中文正大 一定是媽牌 就不會被罵這樣 我現在就是說 我們把他的 五官再缺 慢慢的再確認出來